好的,在生活周遭里面是浅尝了许多的危机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造成生命安全上的危险 日前新北市议员候选人罗文虫的团队 在扫街的过程中 助理因为不小心投递文宣而遭到了信箱口隔伤了 当场是大量的流血 送医之后是缝了靶枕 生活周遭浅尝的危机不少 而您知道就连家中的信箱 也有可能造成生命安全的危险吗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罗文虫服务处 日前扫街拜票在投递文宣时 助理的手指不慎遭到住家信箱的弹簧片夹住 当场血流不止 送医缝了八针 那一天其实是陪同候选人一起去永和区扫街这样 那没想到只是投投文宣 那放放一些文宣在信箱里面 然后就被信箱夹到 然后当场还流了很多血 当时就赶快到永和更新医院 那两只手指头共红了八针 社区大楼或街道乡弄里的信箱随处可见 无论是不锈钢 铁制或是钢制的信箱 看似平凡无奇的背后 若没有善家维护都有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 因此罗文宠呼吁政府或建商要特别注意信箱的安全问题 避免掉不必要的危险 这个隐藏在生活中周遭的一个危机 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加以防范的话 它其实它的伤害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来制定有关的一些安全规范 那在这些安全规范还没有制定之前 我们也呼吁建商在建造的过程 对于信箱社投地口可以注意到它的安全性跟它的材质 让这个我们的居住品质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舒适 投掷口内锋利的弹簧片导致罗文虫助理的手指受伤 虽然已经过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回忆起来仍然很深刻 而邮差派报生更可能在工作中造成危险 罗文虫希望未来信箱的制作能够选择安全的材质 让生活的环境更舒适也更安全 中甲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 中甲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